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往中上去 说不定就能遇到两个人 嘿嘿 调酒师就决定是你了 哎 等会儿 这个好像是前锋的蓝皮啊 等会儿 刚刚不是有个调酒师吗 哇 居然悄悄换了先知 不管了不管了 遇事不决杀前锋 这把先弄前锋对面就没有什么救人为了 你这个球拉的 这不是问痴误认吗 好了 我宣布你这把已经没了 哟 这波不摊板子给你个好评哦 请 哎 先知那样刚好给我报了个点 想躲在板子后面是吧 直接走过去就是一刀 哎 前锋没交多 球就倒了 一会儿二六也是个麻烦 谁就人王鸡啊 胆子这么大 趁着隐身过去给刀 哟 表想是啊 哎哟 那这波要好好骗一下了 来 放香水就对了 来来来来 就等着你翻板吃乌刃 哎 很谨慎啊 这板子要是敢翻 说不定就是震慑了 好了 打一刀就行了 回去挂前锋 小前锋 我来啦 哇 你还教自己 那这游戏又不一样了 哎呀 算了算了算了 先挂了吧 不知道调香师跑哪儿去了 这把主要是守调香师的人皇 还有四合院的电机 刚刚调香师往工厂的方向跑 那么这个耳鸣应该是他的呀 躲在里面找人摸 但是我也没听到摸人的声音啊 回去守一下前锋吧 耳鸣到这里就没了 那么人应该还在工厂的方向 小木屋电机起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耳鸣到底是谁的 大门废墟的电机也起了 哎 那按照这个速度 这两台电机应该是原地和先知起的呀 那调香师到底去哪儿了 哎 先知还救人了 顶鸟救也太稳了吧 这个鸟留给前锋转点不香吗 前锋往工厂跑 怕是不知道我带了风窗 哎 调香师果然一直在工厂里面 哎呀 我看到你了 那大门废墟的电机就是原地开的 哎 你这个球给机会了 这个可以一刀带走 哎呀 你都拉球了 为什么不直接拉中间那个窗户呢 哇 你这先知有点嚣张啊 前锋没自愈的 我先搞死你 跟我绕工厂也没有用 还要摊板我让你摊 哎呀 摊板就要吃雾刃 哎呀 隐身前回头被他看到了 这波红光骗不到他了 就算骗不到你 我就正面刚你呗 直接绕上了一刀带走 调香师被圆钉摸好 人黄鸡开始摇 然后就耳鸣了 这三点就说明调香师过来摸人了 回去看前锋啊 哎 转过来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一点点脚印 不管了 先把前锋挂飞 免得一会儿起来大半个球人都没了 先知这么快就被摸起来了 呃 这波不能给你们机会了 哎 两个脚印 哪边是先知呢 哎呀 看看工厂里面是不是吧 不是的话就传送杀圆钉 调香师有两瓶香水 惹不起 哎 看到了 是先知的皮肤 那你这波没了呀 嘿嘿 还翻回去了 没想到吧 我带的是封窗 哈哈哈哈 这波直接卡到位置 它只能走这个窗户了 啊 这把可以膨胀一点了 奇迹无刃 啊 好吧 好吧 就当加速了 啊 可以啊 你这个鸟养的挺快的嘛 可惜在这个位置你是遛不了杰克的 好了 套路一下子板子直接击倒 现在剩下两台电机 他们两个人肯定会选择压死救 你们想得到的 我也想得到 直接传送过去给点压力 看到了 最后两台电机 是四合运行沙包集装箱电机 哈喽 小香香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啊 现在想去救人 晚啦 这瓶香水放的有点早啊 我想想 先逼一下走过一段时间 差不多了 直接甩无刃 哇 这个书后面都能打中的吗 这个我是没想到的 只能说打的好不如接的好啊 还想往回跑 这是要放弃先知 靠自己溜起来了 没用的 这两个板子你转不出去的 原定把电机点了 那应该是要摸过去偷人了 这边没有看到脚印 应该是绕到另外一边去了 诶 你手上什么东西啊 魔术棒 我让你魔术棒 诶嘿 这个位置只要判断的准确 还是很舒服的 如果是实体刀就震慑 误刃的话我还能再来一刀 诶 怎么看都是血传呀 好了 你们这把没机会了 诶 看来是不准备投降啊 先挂上圆钉 再挂拳当师 诶 自语起来了 这也太顽强了吧 还好我先挂了圆钉啊 不然一会就让他们跑的接力赛了 诶 等不动了 是 放弃啦 诶 投降啦 哇 我这刀没挥出去 总感觉哪里不舒服呀 诶 难受 好啦 但由此凭借秒杀前锋 传送给压力 成功拿下四伤 溜啦溜啦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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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